Hello,大家好,我是老魏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上节课呢,我讲了关于中药的配物 那本节课呢,我们继续讲关于中药的用量该如何把握 好,想话不多说,现在我们开始 中药的用量呢,是咱们临床上大夫呢 根据中医理论开的处方中每个药物的剂量 大家都见过这个中药的处方 就是写的很多药,每个药的用量都不一样 有的是10克,有的是15克,有的是6克等等 这样开下来的一副药呢,是咱们患者一天之内 一天24小时之内必须服网的剂量 也不能拖到第二天,那有的人呢 煎药的时候就把握不住这个用水量 不小心水放多了 就导致今天喝不完,那只好明天喝了 那像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 因为大夫给你开的一副药 一般就是要求你今天必须服网的 如果你分两天服 可能会因为这个药的剂量达不到而影响最终的疗效 另外呢,中药的用量影响它的疗效呢 会影响它的疗效 如果你用对这个剂量的话 你就能治了病 如果人家要求用30克,那你用了20克 或者是人家只要求用3克 但是你用了10克,像这样的情况呢 都是会影响疗效 甚至引起一些毒副作用的 咱们一张,大夫已经开好的处方呢 它的功效会因为这个处方中药物的不同剂量的大小 的不同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功效 这块呢 就是有一个数据的数据叫排列组合 这个你想想 如果处方中很多药 它已经药的数目已经定了的话 每个药又进行不同的这个剂量组合 这样算下来的话 它都能治疗不同的疾病 那大家想一想 四五百种中药 常用中药 之间相互配合 相互搭配 再加上剂量的不同的变化 大家可以算一算 能开多少张处方 想想这个空间有多大 这个数字有多么恐怖 所以说终于是博大今生 另外呢 就是咱们大夫 正因为这个剂量的重要性呢 咱们大夫开处方的时候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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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